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封商透明包裝 冷凍麵條 準備出貨 直擊高雄致麵霸主 年營收充貨3億 冰水和麵粉 麵團保持18度低溫 每天產出9000公斤麵條 泡水不爛 靠真空攪拌 開始吃到最後那一條麵 都是一樣的 毛細孔密度很緊 那個湯水就沒有辦法吸進去 就像綿延不絕的布料 麵袋經過8次鹽壓 彷彿人工揉麵增加Q度 左光在揉麵軟的時候一樣 你揉越久 它這個Q度會越好 法絲狀麵條順著跑道延伸再裁長度 才符合大客戶全家超商 網品集團一人份小包裝 這一整台的水煮機 前方還冒著蒸氣再蒸煮麵條 不過一煮熟之後 立刻就要用冷水冷卻 才能夠確保麵條粗度 8分鐘蒸煮麵條馬上洗三溫暖 三階段冷卻從22度降到0度 再送進急速冷凍機降溫到-40度 一般麵條耗時5小時 有了秘密武器時間只要50分鐘 慢速動作 比如說我們一般的那個冷凍庫 是-18度C嘛 你這個變冰進去的時候 他卻會把那個精進的品質給破壞掉 吃起來就是狗狗 堪稱致麵達人65歲的蔡宏德 15歲從學徒拼起 創業慘賠2000萬 靠家人金元東山再起 超市都直接來向我要面 那十二歲 所以那十二級來真的都有賺到錢了 七八年就把2000多萬都給還清了 不搭廣告不走零售 致麵老牌向食品大廠靠攏 每年穩賺新台幣 東森情新聞陳明方梁立高雄報導